六阿哥 您慢着点 永蓉 别乱爬 没事 让她爬 孩子嘛 这长得真快 想不想吃这个 想 自己拿着吃 永蓉 谢过皇妈吗 永蓉 谢过皇妈吗 真乖 孝贤皇后的丧仪 虽然有旧力可以比照 但皇帝如此隆重处置 你们也要精心 太后说的是 家妃有孕 各府里有年迈的老福尽 怀着身孕的福尽 需得仔细照应才是 宫里的奴才们 平日里归各宫管制 都还好说 现如今事情已多 各处都需要人手 臣妾也是伤神得很啊 再嫌烦 还有礼部和内务府呢 永皇不也帮着你再打礼 永皇虽然年长 但也未曾经过这样的事情 还是有些毛躁 倒是臣妾的永章 倒还稳重 永章如今这么敬意 是 嫡母崩事 再怎么不懂事 也该稳重了 那好啊 大可让永章和永皇分担着 也算多个历练 是 臣妾多谢太后 你是儿女双全的人 这满宫的嫔妃都比不上你 哀家听说 孝贤皇后临终前 还举荐了你为季后呢 想是 传言有误吧 臣妾 哪里配为季后啊 没事 坐下说吧 是 如今后卫虚旋 有人的心思 怕是愈发藏不住了 纯贵妃这几日 领着嫔妃命赴祭拜 格外地讨好 笼络 家妃他们 对这纯贵妃 也是百般地巴结 怕是纯贵妃 对后卫 已经动了心思了 如今宫中 就我和她是贵妃 她儿女双全 又有孝贤皇后 临终前的举荐 她动心不为过啊 纯贵妃所仰赖的 不过就是两个亲生的皇子 和一个养子 可姐姐你别忘了 你是出身后祖 又有皇上的情分在 如果真有季后 也应该是姐姐你啊 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 而不是位分 既有情分又有位分 那才是两全其美 当初皇上选弟夫进的时候 那把如意 已经交到姐姐手里了 要不是先帝阻拦 姐姐现在就已经是皇后了 当初姑母要我成为皇后 可是成为皇后 不是靠真做能做的 一切都是皇上的心意 皇上现在心思爱痛 无暇顾及 咱们就不要再给皇上添乱了吧 听说方才 永皇又去看望贤贵妃了 你不在中翠宫 永皇到我那儿坐了会儿就走了 到底贤贵妃抚养过永皇 也难怪永皇心里一直惦记着你 我也抚养永皇这么多年 知冷知热地疼着 闹了半天 还是不如你 永皇上添乱 你不在中翠宫 我去看望贤贵妃 你多心了 我养了永皇 这么些时候 她就惦记着 何况你那么等她 永皇是个孝顺的孩子 自然会记得你的养育之恩 在永皇心中 你的养育之恩也不见 说来 贤贵妃没有自己的孩子 永皇对你多孝顺些 也是应当的 祭酒离已过 大家休息片刻吧 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 大家都可以用一些 我这儿老乡来 膝盖疼死了 咱们啊 快去快回 免得唠下话吧 说咱们对孝仙皇后不敬 姐姐慢点 孝仙皇后去了之后 皇上更坏了个人似的 变得喜怒无常 前几日他指责 前朝的大臣在僧仪上 不够恭敬 即刻拖出去庭帐 生前已不见得有多爱惜 如今看起来倒像是 恩爱夫妻一般 相信皇后如果地下有之 不知道会不会嫌自己 气势太晚 不能早些得到这样的恩情 海岚你说话越发得任性了 淳贵妃平时胆子小 还不是敢对姐姐大不敬 如今淳贵妃的心 愈发明白 也愈发藏不住了 难道姐姐就要对她听之认之啊 先别说这个了吧 妾身给您准备了参汤 您喝点参汤提提精神吧 妾身还为您准备了热水 刚才看您跪了大半天了 您扶扶腿 弄这些老舌子做什么啊 我得赶紧回皇后娘的灵前守着 皇后娘崩世 地形之中为我局长 这回我这个长子不在 想什么样子啊 您这辈子 就是被长子两个字困住了 又不是 轻点 又不是铁打的人 歇一歇又怎么了 您得空还得往邪娘娘那里跑 您好歹也得顾着淳娘娘的面子呀 淳娘娘自己有亲生的儿子 哪怕为我娶亲 也只选了你这样 依拉里是出身的小姓小卒 淳娘娘想着亲上加亲啊 亲上加亲固然好 但说来终究是门弟姓氏最重要了 你呀 别烦事亲近淳娘娘 你当她是远房姨母 她满心里只有自己的儿子 不是真心疼我 您的话切身记下了 往后不敢和淳娘娘多走动了 人哪 终究是要靠自己的 皇娘崩世 这后卫 总不过是落在淳娘娘和母亲身上 淳娘娘要是当了皇后 她的儿子就成了嫡子 我还能有指望 大哥跟父亲呢 母亲她没有儿子 我多多提着 与她当年的抚养之情 会比不上永齐那个 乳臭未干的小子 即便母亲当不上皇后 只要她多向皇后提着 我是长子的事 活争太子之位 也多些胜算 说来 到底是邪娘娘更特明些 好 疼不疼得谁知道呢 什么亲情笑意 都是假的 只有当上太子 大权在握 才是最真的 对了 傍晚我会去安华殿上香 会回去晚些 是 今儿是额娘的生计 到时切身陪您一块儿去吧 你我同去太过点眼 免得被人抓住话柄 说不敬嫡母 我自己去便好 是 永皇 可是我疼过的孩子 他怎么会 我倒觉得这样的大阿哥 反而更像是一位皇子 或许永齐有一天 也会变成这样 但在这宫中 所有母子子孝 兄有帝宫 从来不过就是个孝话 不过是 写在死后功德里面的 义美之词罢了 海岚 你说这话太让人灰心了 是挺灰心的 可是我说错了吗 早先 圣祖皇帝时候 九死夺嫡 是什么样的情形 先帝又是怎么 对待他的手足 这些人都逃不过 如今永皇是如此 淳贵妃不也是如此吗 姐姐 我知道你对后卫没有心思 但是淳贵妃一副 势在必得的样子 难道你真的不想点办法 先看看淳贵妃 她还会做什么 再说吧 此事耽误不得啊 姐姐 姐姐 你不得了